4平8穩的健康快車,起碼出閘,應該沒什麼問題吧?希望是吧 上次這樣,沒段被人問到抽筋才沒了Q的,今天找個報名,希望咬著牙跟妻 不過這個馬主是挺好鬥志的,就是很健康,健康在望的馬主 報名好不好鬥志?我不知道吧,報名好不好鬥志?你說吧,我不知道 第二隻,選這隻,對手就一般,但姿態真的好,很尷尬,時間姿態都好,不過出閘不是最快 這隻開心寶寶,以他試習和出賽的表現來推斷,但他今天可能人家慢,他就最快 第三隻,轉石升空,剛才你都見得到,這隻馬他今天會交到什麼表演? 真是不知道,看他出閘的反應,如果他交上一次跟個好位,然後交那段喘勁 當然是厲害,田雞又選他來騎,水龍頭田雞騎開 第四隻,選這隻輝煌精英,都是沒有一場跑得差的馬來的 其實很麻煩,三師兄弟我都想選,選來選來都不知道怎麼選,唯有這樣選 太多馬就贊了這場馬,2號的健康快車,1號的開心寶寶,3號的鑽射升空,8號的輝煌精英 請支持這文頻道,選馬有理有據,拒絕口開河,這文頻道都需要大家的鼎力支持 字幕志願,請記得按讚,請點讚,請訂閱,按讚,按讚,訂閱,按讚,訂閱 並按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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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都要去到當時的跑道才能看到形勢 現在都是這群的慣性動作 溫馨提示,大家留意天氣 以及我現在都是用實力去選馬 到時就大家倒閉 另外今晚事前Live 再跟大家討論一下賽事 廢話不多說 說到第五場,這個叫做法國五月杯 先跟大家討論一些試集的馬 包括有這隻初出的,叫做百勇士 他都試了四貨集,也有試過去谷襲 但今天想跟大家討論的,就不看他谷襲那貨 就看一下希威、心事、泥地這一貨 比較多東西看的 那谷襲那貨呢,表現都是比較普普通通 時間比較慢一點 這一貨呢,就是百勇士比較多東西看的一貨 他應該都有點前速的,看這隻百勇士 但是看下去呢,暫時看他的腳法呢 我說未來,未來可能是長一點 或者會比較好一點的 看一下他初出,跑短又怎樣 但是他早段應該都有點速度 這隻百勇士 那這一貨呢,就是high-white 心事的 就是那個末段騎下去呢 他就叫做保持著速度 但是他早段就是有點速度的 他不止一貨集,有些速度的 那裏面是美麗多營都中距離的 那裏面那隻很厲害,都中距離的 那這裏呢,high-white 心都騎下去 那這裏就,未轉腳 那這裏轉了隻腳 那都有些比下去的 那比下去呢 他又不是說突然間爆上來的 他就是抱一下抱一下 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 那都有些反應的 那花好月盈的速度又有些不同的 他又好像爆上來的 他叫做 未來我想應該都是可能長一點的 不過看看初跑有新鮮感 看看會不會應付到的遷移 因為他早段是有點速度的 就是早段他不會太慢腳的 這隻白用士,應該啦 那另外就說那隻 也是新出的銘記之友 那這隻呢,就沒有試過谷襲的 剛才白用士有 他都試了很多襲的 試了四貨襲的 那想跟大家如果看的呢 那就... 看艾道拿這一課 看田雞這一課 時間快一點那一課 最近期那一課 最新鮮那一課 那在內蘭那裏 田雞去到末段都有給他的 那他又... 轉腳就... 這一課就沒有什麼轉腳 其實他上一課都沒有的 這隻叫做銘記之心 這隻就是了 外面那隻就是手機標靶 這隻就是銘記之友 前面就是龍之輝 前一天跑了濕地 就撿過外蕩 就沒有跑過那隻叫做... 那隻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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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家糧馬房 正氣練馬師 正氣練馬師 逐夢年代 逐夢年代 那這裏就是銘記之友 那田雞這裏也有些比他的 那你見到這裏就被一隻馬這樣蓋住 他又沒有什麼轉腳的 那田雞都有輕輕比他 那逐夢年代在他前面 這裏也有輕輕 哦哈哦哈 哦哈 哦哈 那他又... 那他又... 那他有一點反應的 不過他又慢一點 和沒有轉腳 他都有一些反應的 去到最後階段 那田雞這裏就站起來了 那田雞這裏就站起來了 那田雞試了就沒有騎哦 這隻 比阿布文騎哦 哈 其實他都有一些走勢的 不過他還沒試過谷襲 就是跑夜馬啊 初跑谷草啊 這些 那些 執過十一檔啊 這些條件 好啦 另外就... 新幹... 九尾湖都有試襲的 首先跟大家說這隻馬先 這隻馬第一場呢 其實他之前試過那些襲 我也覺得沒什麼特別的 第一場他就可以咬到一個好位哦 雖然呢 步速就是... 是... 慢步速啦 但是他... 跟著再跑兩場呢 轉去快活谷 你說這個十幾檔呢 放不... 就是擺不到錢 就... 合情合理啊 但是下一次撿了個檔呢 他也是擺不到好位的哦 嗯... 那更加跑到這個叫做... 心律不正的哦 那試了心律不正之後呢 就試了一貨閘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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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什麼風雲武士啊 又是輸檔位啊 都落飛的那隻風雲武士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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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到這一隻狗尾湖啦 那... 那懸陸都在後面的 有騎bull樹啊 啊 看者是心律不正之後呢 就考驚一下這個狗尾湖啦 應該這個啦 這件VELO seine衣服啊 他好像威之星的同主馬來的哦 這件衣服不一樣的哦 所以馬會的資料就是了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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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直路專家的那隻啦 下次跑新馬的,有什麼百姓威龍 這隻就是九尾湖 風雲武士那天輸了個當位,輸了個跑法 那天沒得追 看到風雲武士一聲就上去了 那天電氣騎士,是不是電氣騎士? 不記得了 這隻九尾湖就比下去了 電氣騎士,這隻就追上去 那隻是下次跑新馬的 那這隻騎下去,表現比較普通 看看心律不正之後,跑得有多少 這隻就是九尾湖 另外,看看這隻新幹線 這隻馬雖然贏那一場 其實水準就很普通 這場贏完之後,我也有選這場 又失車,又虧慢步速,有車前退後 但是上一次,都在外檔追剩兩個馬位 然後就發生了這個入閘就不入閘 所以今天就去試一貨閘 其實這貨直路閘,董明朗試時間也挺慢 但是這隻新幹線也挺有走勢 而且季初,董明朗這隻新幹線 好像兩次都騎得不錯 今天找回董明朗 上次他退出之前,打算頒得禮 出閘慢了一點 順著馬就可以自己走上去 白色衣服這隻就是新幹線 不過這一組馬,其他那些馬呢 新馬比較多些 除了贏科超影,什麼眼光 你看到這隻新幹線呢 去到末段階段,因為時間也挺慢 他都叫做精神逆逆的 是略嫌的時間慢一點 因為他好像是這一貨集 是下雨,場地下雨的 最近看很多集都是這樣的 那些下雨,受影響地 特地走去外檔,不想吃泥 就是很多這些 最近的集 你看到新幹線都是輕輕鬆鬆的 雖然說時間慢一點 但是他的走勢都輕輕鬆鬆的 我覺得都OK的了 那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這隻馬你將千四這一場 差了 這一場跑錯了 其實他經常都跑得近的 這隻馬 不過他就 贏那場的水準就不算很高了 另外就說了大紅心 這隻大紅心 曾經在1月20日人帶受傷 人帶受傷之後 休息了很久 就只試一貨集出來 試菊草的一千集 兆賽斯 兆賽騎 但是沿途都在後面 臨過終點才有少少走勢 這隻大紅心 他通常都跑千四 這隻大紅心 今天過來菊草 他就試一貨菊草集 不過這隻馬 跑千四都比較被動 這隻大紅心 還加上人帶受傷 這隻下次都跑了 這隻新馬賽 那隻我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蘇惟宇 你看到蔡明紹 都是順著馬走的 那隻大紅心 但是去到終點 臨過終點有少少走勢 看看 印帶受傷的大紅心 出來就跑了幾多 他都很少跑沙田 快活谷千二 你看那些泥 都幾多泥頭 所以這陣子試襲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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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過終點 這裡有少少追勢 因為他始終都是千四馬 比較 千四是有些追勢的馬 這陣子試襲就看完了 講其他馬 試襲就看完了 新幹線 大紅心 九尾湖 銘記之友 白用士 看完了 講這隻讓愛高飛 其實這隻馬 加了個眼罩之後 除了千四 你不要算他 總之落到四班跑千二 長長都爆得厲害 長長都爆二十二個多 今天有很多朋友過一次問我 也有很多朋友中了 但是最壞上一次 那隻馬突然跑到 又說 大量血液 內窺鏡大量血液 今天的健康狀況 比較不知道他跑得回多少 那他又沒有試大閘 這隻讓愛高飛 但是如果他跑出水準 雖然說今天由田草 轉過來谷草 其實雖然說他很久之前 菊草可以 但是你看他的走勢 菊草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是比較擔心的 就是上次大量血 今天撿過十二檔 體重又輕了 這些條件上 健康上的東西 如果交出水準 他在這裏 那些末段都挺厲害的 這隻讓愛高飛 好了 講了多多配合 這隻馬鈴文是經常選的 上次就選了 周俊樂拿位就不太好 回來就扔到外面 很愛的 輸了兩個幾碼位 其實這隻馬呢 今季我覺得他穀草可能好一點 那 除了你說他撿到十一檔 九檔 十三檔 這些外檔 其實他多數都跑得不差 第一場是熱身 但是始終現在這隻多多配合 要揹到132磅 減周俊樂那兩磅 即是發揮上 就真的一定要 多數要走入面 會比較好一點 上次扔出去 我自己覺得 跑得不太好 這隻多多配合 好啦 曾經少休過一輪的風中競巡 這隻馬鈴和什麼 讓愛高飛都差不多 有很多個個案 淹了之後 轉了馬房 加上配備之後 他還沒脫過 走外疊 蝕快步速又可以 蝕步速追上來又可以 蠻激動的 但是王志雲呢 其實這兩場都騎得不錯 但是這一場呢 我有選擇他的 我覺得他有點車前退後 這個騎士的馬就夠表現穩定 風中競巡 但是騎士表現穩不穩定 我就不知道 另外呢 他今天的體重呢 就都有點輕了 3月6日跑完到現在呢 都有點輕了 希望王志雲今天就 發揮得好過 之前那次車前退後 好啦 講一下鑽星傲場 跟他們都差不多個個案 這隻馬呢 其實今季轉了去 廖康銘呢 他很多時候都跑得好 但是很神奇 有時候他慢了一閘 他又追得厲害 現在是懂得追追地馬的 這隻馬 他綁了利之後呢 其實他加了眼罩 已經表現都是多數跑得好 多數啦 綁了利之後呢 其實他近些三場都跑得好 另外呢 你看回谷草呢 1200米呢 只有這一場跑得差 接著呢 第一啊 第五啊 第三啊 即是三場谷草 他都入了來 有獎金名次 今天還有三檔呢 但是他又試過不出閘 即是出閘慢的 但是他又會追 這隻馬好奇怪的 之前不會追馬的 那麼就說金莊令啦 上次跟大家選中了 都說他呢 有一次減不到過來 那就輸了 然後後面有一次留住 那就追得厲害了 減到過來就入挑了 上次呢 也都是賺了一些報酬 就贏馬了 不過今天田泰安 又沒有騎喔 上次又特地找田泰安騎的 那麼今天就加他七磅 就找回熟手技工 梁家俊騎啦 這些是金莊令啦 不知為何田泰安騎不騎啦 那麼有個七檔呢 對他來說都是可以的 金莊令 跑法都機動的 不過線路比較複雜些啦 這場啦 那麼 那麼 九尾湖就跑到心律不正啦 剛才那課集都看了啦 好了 新幹線也都說了啦 那麼 都看了課集啦 好了 講了美麗緣份啦 這場馬呢 最麻煩的就是這一隻 大家記得上次有朋友 這隻馬有很多個朋友都問過啦 其實我都覺得這隻馬有些能力的 那他就試過縮它一千呢 有個內檔呢 就跑得好啦 一撿回外一點的檔 就跑得一般的 這一場是有些被人阻擋的 上次之前明明試貨 雜試得好的 但是一出來又撿了個十二檔呢 就是對這隻馬就很難處理的嘛 但是呢 潘頓也順著他走 回來沒段呢 回來沒段就表現比較差一點啦 但是他今天呢 又撿了個四檔 就是呢 這隻馬有個內檔應該會好一點的喔 那他還有配備變動的喔 這隻是美麗緣份 上次我覺得他 試襲是好的 但是出來的檔位就配合不到的 但是這隻馬大家都知道的啦 撒來撒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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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換腳啊 都很多問題的 但是他今天是一隻有速度的馬來的 好了 那說這隻馬有運啦 季初說五盆只有一場呢 嘩 嘩 嘩 好像那些閘系的狂吼他呢 那波是重化閘的 就贏了一場呢 還是贏黏的喔 那跟著都跑得不錯的 千四這場你抹了他啦 其實他近這幾場呢 這場是 就是 跟個位跟得不漂亮啦 其實他長一場都追的 上一場都有追的 這兩場加了個配備 都四四五的 還有呢 我覺得他這一場呢 跟前回來的表演呢 反而呢 在這條內欄呢 反而就不夠追得 追上來的那個勢頭這麼好啊 那今天撿了個十檔呢 田雞呢 就繼續幫他騎喔 那看一下會不會利追了喔 這隻這樣的馬有運啦 就是 如果他留在後的這樣追 他近一場都追得不錯的 那大同心啊 很少跑谷草千二的 他多數呢 都是跑千四的 其實他跑千二已經是第一季來的 跑過一次這麼大把的 就是計無可計的啦 再另外就 印帶又受傷啦 剛剛那課集都看了啦 都沒什麼特別好講啦 是啦 講了這麼多馬啦 那就去看馬啦 那線路就有點複雜的啦 不過我覺得這隻金莊領呢 仍然都有個七檔呢 應該早段就不會太落後吧 是吧 不用說外檔要剪過來啦 之前經常都外檔外檔外檔啦 那 看看他上次雖然說贏馬 其實步數都幾慢的 四十六個幾 那贏那些什麼三代同心 那天啊 他不著的 那 共創什麼都扔到很愛的 那 選了這隻金莊領 上次他又好像專門不找梁家駿的 那找田雞撿了一劑 那他撿了一劑 那他撿了一劑 那他幹的那些表現啦 那他有這樣子的檔或者說 應該不會 那種行動啊 那就應該不會 會影響到跑道的 那條路的 那他上次也有解釋了很多啊 外檔不出門後 他不行了,縮在這裏只有一個接近字 一切到過來就入Q了 即是要搏濟雨,七檔應該不用怎麼搏 希望他守住好位 這裏就揣了去入面,當日的共創什麼就揣了去入面 這裏就三代同心,打得很慢 那裏都退役了 最後就騎上去,那裏就頂著那裏,下一次就握個頭 哨也有第四的晉晨,追得都頗厲害 好了,先選了金莊令 第二隻騎士,我就不是很安心 不過馬日真的輕了 今天就輕了20磅 不過他之前試過90磅都交到水準 看報紋那場,還是看... 今天他撿過一檔就... 看王志雲發揮得麻麻那場 明明他今天那天撿過四檔 車前退後,那些什麼盈落都有能力的 那是,應該是... 好,他又因為心裡進來 造成類別的 fácil 他還以後分別的 他會放棄,他就放棄了那頭段 那這裏就停了手 等一下又移一下後一點,外面應該是新幹線 對,外面是新幹線 這裡有新幹線,妙玲瓏,這裡移到這裡後,把檔位浪費了 但是他不斷追很多,雖然說跑錯了,但也追很多 外面是妙玲瓏,後面是新幹線 這裡又檢查了一點點 希望他這場發揮得好些 早段移到這麼厚,這裡才騎上來,就輸了 這裡還要被人阻一阻,這裡被人撞了兩下 但最後他也要抱上來 這個騎士就不能預測他怎麼發揮了 要重新進駕駛學院再學過的 不可以叫他,不可以叫他 相信馬,不是相信他 第三隻就多多配合 看看我們周俊諾這隻馬走內蘭 走內邊,不要篩出去就好些 其實他本來也未必想篩出去的 他裡面剛剛的位置不太好 在馬後面打了一個困籠,窒了一步 再篩出去,回來就追不及了 就多多配合,本來是走內蕩的 撿個漂亮蕩 這隻馬一扔出去就多數沒什麼好結果 上季就可以了 不過他也有點意外 所以當日被那些貼籃追上來 什麼恩錦、東方寶寶、智勝攻略 當日貼籃是好些的 他扔出去就虧了 回來也是輸兩個馬位 唯有希望他今天拿位順利一點 不要像這次這樣拿 他現在一篩去就去這裡 他一篩去就篩進去這裡 他被那隻魂蟀一插 外面那隻又頂住了他 在這裡又挖出來,他沒有選擇走進去 這裏也有追的 也有打下去,吐下去追的 也有加速的 但是全部在內蕩的那些 就衝了上來了 他在這裡也追得挺厲害的 如果不是虧了個當位 其實你輸給真感也是一條頸 我覺得上次的跑線拿得不太好 好啦,有什麼Layman事前LINE再說 大家留意我天氣狀況 以及希望各位贏多些 另外請支持Layman頻道 簡碼有理有據,拒絕信口開河 6號的金莊令 今天沒有田雞是有點擔心的 不過梁家俊也能騎得到的 跟姚本輝也合作的 3號的風中勁松 唯有順隻馬 你猜王志雲發揮就沒得猜了 另外就是多多配合 上次拿位回來也有追的 也有打的 看看搏失了一次 今天會不會省定一點 另外就是 9號的新幹線 雖然那貨集時間比較慢 但他也算是比較準的馬 看看他的輕綁 尤其是董明朗季初期都騎得不錯 新幹線 6號的金莊令 3號的風中勁松 和2號的多多配合 和9號的新幹線 請支持這名頻道 簡碼有理有句拒絕信 還有要說